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期三拯救計劃之伯克來了 第二季的現場 我是二日 在第二季的一開頭呢 阿博給了我一個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任務 也就是好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學期 新文句 橫批呢 叫做天經地義 首先呢 是這個 線圈本 大家應該拿得很多 而且看得也很多了吧 但是長得這麼清純可人的 大家有看過嗎 他就是明明可以靠臉 明明呢也可以靠爸 他是日本品牌KING家出的 但他卻偏偏跟你說他要靠實力 怎麼說呢 第一 他明明是線圈本 但他的線圈卻很少 這個具體來說會造成什麼事情呢 就是大家看到 如果當你在寫這個線圈本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完全就是 大家有感受到我這個毫無阻礙的進入嗎 有沒有 就代表說其實你在書寫上面是很容易的 如果用過線圈本的話 應該多多少少就是 這個地方的這個感受不是那麼好嘛 第二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欸 有一個小東西 這小東西幹嘛用的呢 我倒真的覺得這小東西很神奇 假設我們剛剛寫到這裡好了 那我就把這個小東西折到這裡來 再蓋起來之後 當我下一次想要再寫的時候 我手指輕輕這樣子一撥 立刻找到我是誰我在哪裡 然後這時候你會不會想說 啊那他這個擋在 啊我這個這樣沒辦法寫對不對 OK 不用擔心 來我們這樣子 來 把他這樣子 當你在寫到這邊的時候 欸 給他這樣子鋪平 鋪平就可以寫了 再來第三件事情也很妙了 大家看 那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欸 透明的傢伙 那他其實就是一個資料夾嘛 資料夾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 欸 這些要做的一些 小Memo啊 小貼紙啊 都給放進來 啊你想說 啊這個在這裡 啊我這樣子翻過來 這邊寫字不是很難 我跟大家說 他就是這麼貼心 嘿 他的這個小夾子 做了一個這樣子的設計 大家看 你可以輕易的把它撕下來 放在旁邊 然後當你用完之後 或是幫你想擦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再把它沿著這個 這樣子 給弄回去 有沒有 插隊就是這麼沒有道理 最後一點 就是這個線圈本 他可以在書背上面寫字 所以我就可以寫數學啊 國文啊 英文啊什麼的 那我這個書 放在書架上面 不就是一目了然了嗎 再來是這一個 Kokuyo Glow系列的 新的 限定色 大家 我自己覺得這個奶茶色 特別好看 有一種我是大人的感覺 但是到底Gokuyo系列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喜歡呢 我們拿出一般的孔膠 然後把它放在桌子上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他滾走了 大家 我都沒動他的 主打就是 他幫你設計的方方正正的 所以放在桌子上 不會滾 然後再來 他除了外型方之外 他打開 欸不知道大家 哈哈 怎麼搞得像第一次用 我真的不是大家 他打開 裡面也是方的 這個裡面一方 應該可以立刻想到是我們今天 好 我們要貼這個日曆 那這一個邊角 不就是跟我的這個Glow 的邊角 非常符合嗎 那再來還有我手上這一款 因為它叫做消色型 消色什麼意思 就是 當我一塗上去的時候 它其實是藍色的 它方便讓我們知道說 我塗到什麼地方了 但過沒多久之後 它就會從藍色 慢慢的變成透明 既能指引你方向 又不求回報的傢伙呢 然後我一定要說一件事情 這個傢伙不求回報也就算了 他還香噴噴的 他還香香公主 再來看看這一個 叫做好年便利貼 它的主打之一就是 它很小 攜帶很方便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小 大家 就是一個 長中小寶貝一樣 真的很小 好再來 你想說這個東西 要怎麼用呢 我跟大家說 我昨天在研究這個的時候 我真的有點被嚇到 哈哈 就是它是這樣子旋轉開的 然後大家有看到 蓋子就這樣下來了 對不對 然後 為什麼這裡有兩個箭頭呢 你看喔 如果是第一個箭頭 好 到這個地方 第一個箭頭 還要你可以用 這樣子的方式 來用這個膠帶 那我們把它繼續 我們繼續 按壓下面這裡 然後它就可以到 第二個箭頭 第二個箭頭 大家有看 它其實就反過來了 等於說 你可以用全手的力量 來用這個膠帶 然後我必須老實跟大家說 我人生還真的從來沒有 思考過這件事情 我是昨天研究的時候 才發現 欸大家 我是全手派的耶 你們看 而且 不知道大家 敢不敢受得到 就是有一些像這樣子的 這種 立可黏啊有沒有 當你要 把這個膠帶 拿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很像 拔蘿蔔一樣有沒有 就是你要很用力 然後這樣子 把它拔起來 就是有點累 但我真的 在使用感受上面 我昨天在推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我基本上 完全 拔起來完全不需要實力 完全不用拔蘿蔔 好的 新學期 如果我們不買一些 新 筆的話 說不過去 對吧 那這一組筆 它是白樂出的 螢光摩擦筆 我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完全沒有任何 摩擦筆的人 這邊也可以再問大家了 大家你是摩擦筆派 還是不是摩擦筆派呢 那這一組螢光摩擦筆 已經是出到第二代了 因為第一代的反應非常好 第一代出的是粉嫩色系 這一次出的是自然色系 那這套筆我相信比較多的情況 大家應該還是會 想要拿來寫手帳啊 畫畫重點啊等等的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以它是一個摩擦筆的特性 你就能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 哇 19號對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我必須要 非常的有儀式感的 給它畫東西 那 以往 我要畫在19號這個對不對 我是不是要很小心 就是要這樣 這樣就有怕塗出去 但今天你有了這支擦擦筆 你完全不需要小心翼翼 所以你 你大可真的可以直接這樣 就你可以 哇畫的很大 有沒有 你就給它直接這樣子畫下去 然後 你嫌 你嫌這樣不夠儀式感 我們再給它加一個顏色 我們再這樣子 你就是 你就是大膽的畫吧 畫完之後 你就可以 再 把旁邊 都擦掉就可以了呢 OK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推薦給大家 蠻適合陪伴著 一起走路 課堂的這些新聞劇們 不知道大家看的 覺得還過不過癮呢 不要忘記 阿博會幫我們 準備好熱騰騰的折迦卷 然後以上所有的文具 阿博也都會把它整理 成一個連結特區 請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再去找一下囉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 掰掰